化妝品銷售 化妝品銷售 兩個禮拜賺五萬塊 台幣很爽 然後覺得自己很棒 高中入學的獎學金吧 還蠻開心的 因為雖然不是自己努力賺的錢 可是就是靠自己 拿到自己人生的第一筆錢 去年在世界杯期間 運氣比較好 當時我是打算自己去看的 但是後來李智告訴我 應該把它賣掉 然後一轉手就賺了四千塊錢 現在想起來也是比較開心的 上個月因為過年期間 因為有打工 所以就拿到很多錢 就是辛苦得到回饋的感覺 大部分就是 自己也娛樂 當然一大部分是存起來 做第一份工作的拿到第一筆薪水 一萬五 因為平常都是爸媽給零用錢 不太敢亂花 拿到自己 新手賺的薪水的時候 比較想要對自己好一點 然後買自己喜歡的一些 像衣服褲子或鞋子之類的 我暑假 有當私人助理 差不多是四千多的 就是覺得父母特別不容易 能把我們養育這麼大 因為工作了一段時間 讓我覺得 要用知識來武裝自己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在藥妝店打工過 一個月是有賺到一萬五 一個禮拜上過五天班 然後大概一天都是五小時到八小時 客群的年齡層蠻廣的 所以就是要跟他們溝通的能力 幫忙表姐去賣這個花束 我只要賣出去 那就是我零用錢 所以那時候 只要有一對情侶走過我面前 我就會鎖定南方 然後就是說可愛的哥哥 有沒有不要就是慶祝情人節 幾乎南方都會賣 對我來說是非常棒的一個 很特別的經驗 兩千億 快急過你打電話 別人問你一些我們健身房的事情 那你跟他講 如果來到你店裡面的話 那你就帶他做小事的一些體驗 然後讓他來健身 我寒假去北京實習的時候 實習的工資也不多 兩千多塊錢 這比錢給我媽媽的條圍巾 然後呢 巴菲特不是說過一句話嗎 做投資 最大投資就是投資自己 所以我投資自己 網拍 月收錄 一萬多 就是拿來當作生活費 也有繼續買東西 有次吧 我在家園路的體育彩票站 買彩票賺了五千塊錢 特別開心 那個時候本想的是 拿著這五千塊錢就走 後來呢又進去了 最後這筆錢獻給中國體育事業 和福利事業全投進去了 賺過最大一筆收入是 呱呱樂中了五千塊 然後接下來把那些錢全部拿去刮刮樂 然後都沒有中 我在學校計算機中心打過工 算了九千塊 加我其他打工的錢 我買了一台iPad 當作學習實用 就是想做累積社會經歷 然後也可以知道自己 到底比較有興趣的東西是什麼 在我剛大學畢業的時候 跟同學一起創業 小賺了一筆 三萬多塊錢吧 分了三萬多塊錢 成就感特別大 感覺錢不是這麼難賺吧 後來就感覺不是這麼回事了